中文字幕——YK 电视剧研究的小学徒李新闻,从大明王朝1566到新版三国,我们不是讲的历史,也不是讲的小说,而是讲的电视剧,电视剧怎样关照历史,电视剧怎样翻新名著,是我们关注的重点。 赤壁大战结束,三国演义里为人熟悉的典故,基本上已经讲完,明显能感觉到朱苏晋和高熙熙的创作激情在上涨,新三国不惜比末帝表现了三家的外征和公斗,腥风血雨,黑幕重重,这才像原生泰的政治,这才像中国人曹丕如何当上接班人司马懿的出场, 与援助大大提前了,提前是为了让他加入曹氏家族的内部较量主,曹操兵败士币,回许昌的路上遇见司马懿,曹操自我总结说,士币之败是因为骄兵汉将太过轻敌,可是司马懿认为士币之败,是由于人心思汉,天下士族使曹操为国贼, 信奉王八之术的曹操不信者,但看到了司马懿的不凡,曹操感觉老治将至,此生无力统一天下,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,曹操长子曹操死于蒸发张秀时的乱军之中,眼前还有老二曹丕,老三曹张,老四曹直和老小曹冲,曹张尚我,曹直尚文,曹冲智商过人,曹丕为人中, 司马懿认为曹操聪聪明外露,非常受之想,曹操过于清高,不堪大用,曹张一介武夫,不知一体,只有曹操心计过人,能审时夺势,继承曹操的事业,后来曹操被蛇咬死,凶手疑似曹操,曹操虚虽然以文章全界,得了曹操的欢心,但司马懿决定保曹操,曹操卷入了凡, 赛贼的阵营,司马懿教他两个字,一是爱,就是耍赖,二是无,就是误告,结果曹操真的信了他,见荣誉就上,见罪则就让, 这是职场的,铁略,不能天真的以为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,其实领导就喜欢有手腕,会耍赖的,因为他们往往就是这样的人,终于怎样做好,C一包三气周瑜是有名的段子,人人都说是孔明害死了周郎,三国演义里,孔明几次预言, 周瑜死期不远,边上刘备也很没人性地表示大喜,但在新三国里,与其说,他是死于诸葛亮之手,不如说,他是被自己的心魔夺了命,如果把孙刘两家视为两个大公司,那周瑜和孔明就是两边的C一包, 他们得到了董事长孙权和刘备的信任,而双方死命争抢的货物就是荆州,对于刘备来说,荆州是命根子,丢了就在无理族之底,对于孙权来说,荆州不过是赤壁大战的红利,重要是重要,却不关根本,然而周瑜不这么看,自从在赤壁大战中,跟诸葛亮斗志落了下风,战胜孔明就成了他最重要的人生, 目标,取荆州就是证明自己的机会,求胜心切,他忘了孙刘联盟的战略意义,也屡屡在用兵时犯下低级错误,你想,贾图灭国是多佬的计谋,用诸葛亮的话说,连三岁孩童都满不过,他却想用来歼灭刘备,夺回荆州,他不倒霉谁倒霉,老板三国里,孙权和周瑜君臣一心,铁板一块, 新版却不一样,孙权登上无头之位,很长一段时间根基不稳,而周瑜是功勋卓著的大独独,如果孙策不死,孙权就只能是周瑜的老弟,尽管历史选择了孙权,他也很难截制全清朝野的周瑜,周瑜死盯诸葛亮,老想攻打荆州,孙权和鲁肃如坐针毡, 多以太极权化解他的冲动,由于此,周瑜自作主张兵发精手,才来报告孙权,孙权忍无可忍,问他,浙江东到底你做主还是我做主,周瑜感觉到不被信任,挂印而去,这里又隐藏着一个职场话题,忠诚还要善表,功高且莫震主,周瑜当然是忠诚的, 但他还是做了昭君王嫉恨的事情,周瑜,临死的时候反思说,跟成谱,黄盖等老家比起来,自己也是小自卑,所以不得不聪生大气,善权专政,这就难免分了主公的权,请原谅,历史往往如此无奈,剧本早已写好,人力不可回天,所有的大人物都是历史的承受者,而非主宰者, 刘备怎样宣讲公司张成刘备借荆州,有借无还,这使刘备一贯标榜的人意,也成了假招子,周瑜曾经直接指责刘备虚伪,陆素也曾说过,有了诸葛亮,谁也不需要再打人意的招牌,那么,新版里的刘备,究竟是真人意还是假人意,这是个疑案,诸葛亮替刘备辩解说,我们的最高理想是中兴汉史, 为此必须有立足之计,因而虽然心如刀割,也得忍受江东众人的辱骂,也就是说,在刘备和孔明这里,有了最高理想,是可以不择手段的。 如果说在荆州问题上,刘备很像他的老祖宗刘邦,轻疲无赖,说翻脸就翻脸,但在过江招亲这事上,刘备显示了英雄本色,新版电视剧里, 官张照都不想让刘备冒险,孔明也怕危及刘备的性命,使刘备大志大勇地站了出来,书为宝荆州,刀山火海也要汤, 诸鱼没料到,刘备真的赶来江东迎新,一听刘备过江就傻了,就像蒋介石也没想到毛泽东赶来重庆谈判,甚至连一份像样的谈判底本,都没来得及准备,甘露四里图穷笔屑,刘备说出一番福宝汉式的宏图大志,折服了吴国泰和孙上相,躲过一劫,在对坐闲谈的时候,仁义的真假是弄不清的, 在命悬一线的时候,仁义的橙色会彻底暴露,刘备的甘露子宣言,的确有感染力,这是朱苏敬写的最好的一场戏,我是彻底被刘备说服了,即使是装,他也装到了真假难辨的境界,仔细想想,即使是在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,一个真正的人义之人,还是具有人格魅力,新版四大名著剧, 水浮传有些粗糙,铜楼梦有些刻板,两版西游记都没能够筑起神奇瑰丽的神话世界,只有新三国实现了忠于原主和杨柳心帆的平衡,实现了文学想象和影像呈现的契合,虽然也有缺点,但算是一部可以传世的作品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,下一期 咱们聊聊乱人非度的后,三国时期和新版三国的终极地位,文理新闻PN主讲人李新闻编导,徐宁华摄影徐德彪,阿智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新闻